《重阳节诗词》 《重阳节》作为重要的习俗节日 自古以来也是诗人、词家、作诗、填词的重要题材 据不完全统计 古往近来与重阳节有关的诗词大约有六七十首 《重阳节》之际我也挑选了几首与大家一起品读欣赏 第一首唐代的王博《九日登高》 九月九日望乡台 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宴南中苦 红艳纳从北地来 王博一生遭遇坎坷 经常离家为患漫游 因此《怀乡送别诗》是王博诗中最常见的一类题材 就像这首诗 是公元六百七十年贤恒元年的重阳节 客居西蜀的王博与友人一起登玄武山遥望故乡所作 适逢重阳佳节又是课中送客便勾起了浓郁的乡愁 于是做了这首诗 这首诗的属情手法变幻多端 第一句用望乡台一词突出了诗人的相信之切 第二句以课中送客更突出了在异乡的孤独感 第三句直书胸中之苦感情强烈 第四句却委婉别致借尽抒情以红艳的不知难中之苦 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 这样反复的抒发更是突出了乡愁的浓烈 第二首是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亦山东兄弟》 读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背思亲 姚之兄弟登高处便差诸余少亦人 这首诗写出了游子的思乡怀亲之情 诗一开头便紧窃主题写一乡一土生活的孤独欺然 因而时时怀乡私人遇到佳节良辰被家思念 接着诗一悦而写远在家乡的兄弟 按照重阳节的风俗而登高的时候也在怀念自己 诗意反复跳跃 含蓄深沉 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志 其中每逢佳节背思亲更是千古名句 第三首是宋代李清照的《醉花音》 博物浓云愁永咒 锐脑消金寿 佳节又重阳 欲诊杀厨 半夜凉出透 冬离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迎秀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这首词是作者昏厚所作 他通过描述作者重阳节把酒赏局的情景 烘托了一种凄凉寂寥的氛围 表达了作者思念丈夫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 上篇《永节令》写别筹 下篇写《赏局情景》 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 加入了自己浓重的感情色彩 使客观环境 以人物的内心的情绪交融交织 尤其是结尾三句 用黄花 比喻人的憔悴 以受暗示相思之声 含蓄深沉 言有尽 而亦无穷 历来被人 广为传颂 第四首是元代仗科九的禅宫曲《九日》 对青山强整乌纱 归艳横秋 眷客思家 翠袖殷勤 金碑错落 玉手琵琶 人老去 西风白发 蝶秋来 明日黄花 回首天涯 一抹斜阳 树点寒鸭 作者写的这一首三曲 是被后人称作清且厉的三曲 作者借崇九 登高远望 引发眷客思家的情怀 写《深秋时候景悟》 表达了暮年 愁绪的深沉 张可九终生仕途诗意 故终日沉勉于诗酒世界 寄情于山水之间 第五首 明代王琼的《九日登长城观楼》 微楼百尺跨长城 智蝶秋高气肃清 决赛平川开嵌磊 排空赤后扬奇景 以文湖出河南静 不用兵屯细柳银 极喜玉荣全上册 依蓝长孝 婉颜横 这是一首由修筑长城的将领写的长城诗 《长城观气势雄伟》 登高远眺 朔方行事尽在眼底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 崇阳杰登上长城观楼时所见的雄阔景色 并已听到敌军已撤出黄河以南地区 军中不用再戒备森严的消息 来衬托修筑长城的作用和意义 这首诗反映出明代边防的严酷现实 和他忠于国事勤劳为政的可贵精神 第六首 秋景的《九日赶赴》 百节惆怅欲不开 此生惆怅亦相来 私钦堂上朱出叉 一昧窗前聚榨台 对局难逢原谅酒 灯楼匮乏 种宣财 粮食佳节 成姑妇 旧日欢场 办事台 这首诗是秋景1896年婚后 初来相谈不久而作 秋景远嫁他乡 离开了亲人 在崇阳佳节之时 心情格外的苦闷 这首诗手连采用了直白的方式 写出了诗人 愁长百节 满腔忧思 无从排解 无计消除 九月九日 他在堂上插上了朱鱼 在窗下提笔给妹妹写诗 他对局前闷饮酒 登楼远望故居 但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怀念当初的欢乐生活 对局明确交代的诗人 忧思 因身居异土他乡 而生 而来 一起 一应 十分的缘和 诗中突出了一个仇字 且为全诗在色调上做出了一个总的规定 最后一首就是毛泽东主席的《采桑子崇阳》 人生亦老 天南老 岁岁崇阳 今又崇阳 占地黄花 粪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尽 不似春光 盛自春光 辽阔江天 万里霜 毛主席这首词作于1929年 当时毛泽东在闽西征战途中 恰逢重阳佳节 便触景生情 阴诚此词 这首词表达了诗人 对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战争的赞美之情 表达了革命的人生观 世界观 表达了诗人宽凤的胸襟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前后却都是由议论转入写景 欲情欲景 景中 属情 哲理欲于直序 议论写景之中 深情欲于宽观秋光之中 整首词写得鲜明 爽朗 气度 灰红 有着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它的思想深度 则在古往今来 永重阳词中 可谓是独树一帜 可以说是独步词谈 无古无今 无往无来 好了 节俗系列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么我用了大约四十集的篇幅 对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 重阳节 做了一些简单的视频介绍 那么目的就在于唤起我们每一个人 对中国千百年来传统节日的了解和重视 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尊重和认同 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成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弘扬者和践行者 谢谢大家 再见